一九九年 加州大学柏克尼分校的尖菲尼教授 邀请了一批科学家、哲学家 到加州中部的一个海滨小镇相聚 这批学者来自著名的学术中心 包括剑桥、布尼克、芝加哥大学等学府 他们来质疑一个统治了科学界长达150年的学说 我们这次在巴哈罗的聚会 对于多数人是代表了一个转折点 关于进化论我们都各有自己的疑问 这次聚在一起是拿各人的观点 提出来给大家互相分享 突然我对生命有了新的动息 这一点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我想这次是我生命历程中 才想受到最大冲击的一次 这些想法跟我以前的观点相比 在理性上似乎更加令人满意 我意识到这是比任何人 任何一种学科更广阔的领域 标志着有一批科学家 已经早准备重新探索生命的起源的奥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有时我会问为什么还谈其他事呢 那才是最有趣的主题 我们从哪来来 如何来到这里 是什么促成我们的存在 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你看到生命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时候 一定会想想是什么带生命来的呢 难道只是偶然的自然选择 不是由智慧力量造成的吗 或者是由其他东西在里起作用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计划或者设计呢 是某种智慧力量设计的呢 这是基本的问题来的 来到巴哈罗的科学家 对生命起源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都对广泛流行的进化轮思想有重大的怀疑 在他们当中 生物化学家马克培契 对自然选择怎样能够组装活细胞中复杂的结构提出了质疑 进化生物学家迪欣肯已经不认为纯粹的化学过程 可以解释地球上的生命起源 史提芬梅尔 保罗尼尔讯和威廉、邓波斯基正在寻求一种新的途径 来解释生物体中遗传信息的密码来源 这些科学家、知学家 可以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来代替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 作为现代生物学的中心理论 1831年 达尔文当时只有22岁 参与了达英帝国的一个长达五年的科学考察 他乘坐的船聂险号 由英格兰出发 以一个南美洲的南端向北行驶 来到太平洋上的一个火山岛 加拉伯格斯群岛 达尔文在距离南美洲西岸600英里 封无人烟的小岛中 看到了种类繁多的鸟类 爬行动物和暴雨类动物 这些珍贵品种非常特殊 他在其他地方从来都没见过 达尔文用了个几月的时间观察研究 这些栋植物作出了大量笔记 收集标本 就离开了小岛 之后他就没回来了 25年之后 达尔文提出了一个地球上的生物 是《如何起源》的理论 1859年 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 这本书对科学界 甚至对整个西方文化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达尔文认为所有的生物 都是纯粹由盲目的自然力量形成的 包括时间、机率 以及它称为自然选择的过程 在达尔文之前的2500年 大多数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好像柏拉图、牛顿、开普勒都认为 世界是某种设计或者计划的产物 随着达尔文《自然选择论论》的出现 大家对万物起源的看法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科学哲学的概念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变 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进化论的人 但是它是第一个 用此符合理自然的机制来说明 生物经过漫长的时间 是可以产生演变的 为了理解自然选择是如何进行的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达尔文 在加拉帕哥斯群岛看到的雀鳥种群 在加拉帕哥斯群岛有13种雀鳥 它们身体的大小和嘴形 都各有轻微的差异 根据达尔文式的理论 鸟鳥身体大小的不同 与鸟嘴的形状差别 都是自然选择直接影响的结果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 就是那些以种子为食物的酌鸟 在风调雨顺的季节 在风调雨顺的季节 岛道各处都生产大量小鸡苑的种子 那时候 嘴小的雀鳥很容易找到食物 而在干旱的年代 剩下的只有上年流下来的 包括在坚硬粗糙壳里面的种子 这种情况下 只有生了粗壮嘴的雀鳥 才能打开坚硬的壳 吃到里面的种子 嘴比较粗壮的雀鳥 因为它们能够吃到食物 其他雀鳥就得不到 这些粗壮的嘴就是现代生物学家 所谓的功能优势 不幸的是嘴生得比较小的雀鳥 由于吃不到食物 因为饥饿而灭绝了 如果干旱自続下去 环境令到整个群体的特征 产生变化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粗壮的嘴的雀鳥 就会继续繁衍下去 因为只有粗壮的嘴 才令雀鳥得到食物 才能生存下去 自然选择 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具有优势的生理特征 可以遗传给后代 通过这个过程 种群将会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虽然没有任何形式的智慧引导 也会产生不同的物种 达尔文试图用 没有设计的非智慧的 完全自然的过程 来解释生命始终一切的现象 当他找尋解释的时候 发现在家族唇化中 所观察到的过程 在野生动物中 亦同样起作用 达尔文对唇化物种的繁殖 是非常熟悉的 他自己研究过百合的繁殖 亦知道多个世纪以来 肉种的人能够通过选择 某些个体交配 来改变品种 达尔文不过指出 这个过程 在野生物种中 已经在进行中 对于达尔文来说 自然选择不需要设计者 就可以解释生命中的各种现象 不需要动用智慧起因 就能够说明生命的复杂的现象 结果是 自然选择学说 代替了设计者的学说 现在达尔文主义 已经被整个科学界 和学术界广泛地接受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包括在巴哈罗聚会的科学家 对达尔文理论的关键部分 提出了挑战 我们在巴哈罗相聚的时候 虽然为所有的事上 都能够达成共识 但是我们对自然选择这个理论 和它在解释生物起源上的作用 相当不满 自然选择这个过程 是确有其事 而且能够解释一些有限的变异 和小规模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但是它并不是达尔文希望这样 可以解释生命真正的复杂性 一方面说的是鸟嘴 另一方面是鸟的本身 鸟的结构的细微变化 并不能够解释这种生物的来源 那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现象 是不同的问题 由生物学来说 最重要的是 要解释自然选择 是哪里能够起作用 哪里不能够起作用 而且为什么会存在差别 证据是十分有力的 我们有一种感觉 如果被证据自己说话 它将为我们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就是说 它将令我们对生命的本质和起源 得出和自然选择完全不同的结论 自然选择 只有通过微小 连续的变异 来发挥作用 它不会发生巨大 又或者是突然的飞扬 但是 就必须通过微小而可靠 和在缓慢的步骤进行 很有趣的是 我们注意到对生命了解得越多 生物学了解得越多 对达尔文主义的移民就越多 如果生命是出于设计的 那就更清晰了 由1988年以来 马克·贝希博士 对复杂的生物系统进行了研究 这些生物系统 似乎无法自己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 能够解释我们在生物科学中 所看到的现象 不是因为我看到它 真正的能够解释生物学 是因为别人说它能够解释 在学校 我学的是达尔文主义生物学 在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时候 我所在的环境 都假定达尔文的进化论 能够解释生物学 我没有理由去怀疑它 直到十几年前 我读到 由奥大利亚维传学家 麦克尔丹顿的 《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 这本书 他提出了一大堆 反对达尔文理论的科学论具 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的 他的论具很令人信服 那时候我开始有点发生 因为我觉得以前 被人误导入了企图 那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论具 我虽然获得到生物化学博士的学位 后来成为生物化学教授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由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别得的感兴趣了 因为我认为达尔文的理论 不可以全面的 令人信服地解释生命起源的问题 背希的怀疑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生物学 所揭示的生命最基本的单位 细胞 十九世纪当达尔文还在生的时候 科学家认为生命的基础细胞 只不过是简单的一团原生质 就像一小块胶洞那样 是不难解释的东西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这种看法没有什么大变化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 有关细胞的知识突飞猛准 现在强而有力的技术 揭示了复杂的微观世界 这个世界是多么小小 以至极少量的培养液 就可以养活多达四十亿的单细胞细菌 每一个细菌都充满了电脑组装指令 和微型机器 细胞里面的复杂程度 是达尔文无法想象的 从生命最基础的单元 就是从分子和细胞的水平来看 我们发现了一些机器 真的就是分子机器 有些很小的分子 像卡特一样 可以令物质由细胞的一端 远到另一端 有些机器要捕捉太阳能 且能够令它转化成为可利用的能量 在人体里面 有很多分子机器 人体有多少功能 就有多少分子机器 所以你想 你的听觉 视觉 臭觉 味觉 知觉 血液流动 呼吸奏用 以及免疫反应 一切都需要一系列的机器 当我们看到这些机器的时候 不禁要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标准答案应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但是我看欠的是说服 有一个生物机器 特别引起贝希的怀疑 记得我们第一次翻开一本生化教科书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细菌鞭毛的图画 它有各种精美的部件 有一个推进器 和欧藏区 传统转 驱动机 我看了一会儿 这个是圆外的发动机 它还是设计出来的 这些东西 不可能随意这样盲目组装而成 背起的反应 并没有令人惊讶 那些驱动细菌 在液体中 游泳的分子驱动机 每一台 都是由多个机械部件 组合成复杂的系统 当细胞的一部分被放大到五万倍 这些部件就显露出来了 深学家利用电子显微镜 来分辨细菌鞭毛驱动机的组成部件 和它的三维结构 在整个过程中 它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微观工程 哈佛大学的《抗五德伯格》 称它为宇宙中效率最高的机器 这些机器当中 有些部件 能够以每分钟十万转的速度运转 并且可以连接到另一个讯号感测器上 以便能够从环境中接收到反贵的讯号 虽然它们旋转的速度是这么快 但是便可以立即停下来 只需要四分之一圈便可以停下来 马上改变方向 以每分钟十万转的速度 做反方向转动 这些机器就像摩托艇后的驱动机 它们有很多驱动机工作必需的部件 细菌鞭毛有向前的和向后的两种排档 是靠水冷却的质指推动 它有一个定指、一个转指、一个U型界面 一个传动组、一个推进器 它们起到这些机器部件应有的作用 我们不是为了方便叫它们这个名称 它们确实是有这些部件的功能 自从发现了这件事以来 科学家一直试图解释 转动的驱动机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 但是它们无法作出详细的达尔文式解释 想知道为何达尔文的理论无法作出解释 我们要明白分子机器的特征就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个词是由迈克背器 在描述分子机器的时候提出的 它的意思是任何已知的机体 或者细胞系统当中都有很多组成部件 其中有些部件是它的功能所必需的 即是如果你去到那个部件系统 便会失去功能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想法 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非生物机器 部署器来加以说明 这种部署器是由五个基本部件组成的 一个挂有力的勾仔 一个强而有力的弹弓 一个被称为锤仔的细移弯的杆 一个用来固定锤仔的固定棒 一个固定整个系统的平台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件 缺失或者有缺陷 这个机器装置便不能够工作 这个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里面 所有的部件 必须同时存在 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捕捉老鼠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都适用于生物机器 包括细菌鞭模推进器 这个系统是由四十种不同的蛋白分子组成的 这些成分是必须的 如果缺少任何部件 编无推进器 就不能够工作了 如果缺少联刀型的钩 或者缺少传统组等等 整个系统 就不可以在细胞里面组成的了 从俗进化论的角度来说 你必须解释 如何才能够逐步建造这样的系统 而这个系统 只有在所有部件 通通组装好之后 才会有功能 分子机器的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严峻地挑战了自然选择的学说 根据达尔文的学说 即使是很复杂的生物结构 比如眼睛 耳朵 和心脏 都可以随着时间 以缴细的步骤 累积而逐渐形成 不过正如达尔文所说 随机遗传变异 只有有利于进化中的 有机体生存的时候 自然选择才可以成功 正如我试图想证明的 如果这些修飾是微小而门慢的 就没有必要来假定 所有这些修飾是同时进行的 自然选择 能够细察过那些极其微小的变异 拒绝不好的变异 保留并且累积所有好的变异 有些科学家认为 当细菌变异功能不存在的时候 达尔文所说的微小变异 不能创造细菌变异 怎可能在那些没有变异系统的 细菌种群当中 进化出像变异的一种全新的东西呢 而根据达尔文的理论 每一种变化中的细菌种群 都必须提供某种优势 才能够被选择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 在地球早期的历史时代里面 一个进化中的细菌 以某种方式发育出一条尾巴 或者还可以固定在细胞壁上 不过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发动机组 这个创新并不能给细菌带来任何优势 相反 拖着这条尾巴的 不单止不能动 又没用 所以不会被自然选择所保留 自然选择只会选择那些 有利于生存的变化 自然选择系统是很严格的 除非哪个系统组装完成 而且发挥作用 否则自然选择 没办法保留编模系统 因此它不可以传给下一代 关于自然选择重要的一点 是它只能够选择功能上的优势 大多数情况下 自然选择只会去除这些无用的东西 或者对机体有害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一个细菌 有一个不可以用来做编模的尾巴 自然选择很可能会剔除它 编模能够入选的唯一办法 就是要它发挥作用 那就意味着 发动机组的全部部件 必须最初就要到位了 所以自然选择不会给你编模 不过达尔文式的理论 是如何创造复杂的分子机器那里 仍然没有作出解释 一百五十年前 科学家都不了解不可简化的 複杂的分子机器 但是达尔文 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系统 会被他的理论带来困难 如果我可以证实 它是有某种复杂的器官 是不可能经由 和无数渐进西微的边移以形成 那我的理论 就会彻底崩溃了 生物学有两大课题 第一 有似翅膀 眼睛这样的新结构的生物体系 如何由已经存在的生物体系中产生 第二 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呢 现在我们知道 达尔文他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在第一个问题上 达尔文拿地球上生命的历史 比成一棵枝繁热茂的大树 树的根基部分 代表最早的活细胞 而树枝 就是由早期原生质中 长年累月发展出的 更复杂的生命形式 达尔文试图解释 生命树的树枝是如何起源的 他试图表明自然选择 如何改造自己的生物 創造出今天遍布世界 种类繁多的动静物 但到了代表最初生命的起源的根基 达尔文就语言不详了 事实上 他甚至不可以在 物种起源中 论及生命如何 由无生命或质重 产生的问题 唯一能够令我们规测到达尔文 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是在他写给同事 若失夫胡黑的一封信中提到的 上海的物种起源 关于最早活的生物的产生 假设我们可以想象 還在某一個溫暖的小池塘裡 有各種的安氣 輪酸鹽 光 熱 和電流 然後經過化學反應 生成了一個蛋白分子 並且預備發生更複雜的變化 雖然這個物質 在今天會立刻被吞食了 但是在生物形成之前的情況 可能並非如此 到了達爾文的晚年 他對地球早期原生水中的簡單化學物質 產生出原始細胞的想法 並沒有加以發展 後來到了二十世紀 二、三十年代 一位叫阿歷山大 歐佩林的俄羅斯科學家 提出了一套解釋 這些是如何發生的理論 這個理論稱為化學進化論 歐佩林認為他可以用達爾文原理 來解釋地球上最早生命的起源 他設想簡單的化學物質聚合 再聚合成為更大的分子 而這些大分子再通過機率和自然選擇 最早成為地球上最早的原始活細胞 在後來的三十年裏 很多科學家努力發展 同想完善這種想法 他們思考著達爾文和歐佩林提出的問題 就是簡單的化學物質 如何發展出生命來呢 有一個人以為他知道了 生物起源的問題一直深深吸引著我 這是由於那個問題的規模和重要性 我們來自哪裡呢 我們為何會在這裏呢 從自然科學的角度 可以提出很多諸如此類的問題 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 到七八十年代早期 迪恩·肯雅 是世界化學進化論的先驅之人 他跟其他人一樣 試圖說明地球生命是如何自然產生的 一九六九年 肯雅和合作者 寫了一本在生命起源方面很有影響的書 格尼斯坦門和我以為 如果我們能夠搜集 從六十年代中期到後期為止 所累積的所有實驗資料 綜合連貫成一套新的理論 我們很有可能解釋生命起源的 主要構建 對此我們是滿懷熱情的 但是他顯然面臨著 要解釋生命是如何開始的問題 雖然肯雅很樂觀 這是必須解釋蛋白分子的起源 因為直到現在 這種大而複雜的分子 仍然是地球上一切細胞的基本建材 在細胞當中 蛋白分子有著廣泛的功能 從細胞所有結構需要的框架 細胞骨架 到到梅等等 蛋白分子差不多承擔細胞裡 所有功能的責任 所有日常的工作 例如清潔細胞 產生能量都由蛋白分子形成 肯要知道蛋白分子 對最初生命的重要性 不難以對今天的活細胞 他們意識到 他們在構造上的複雜性 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科學家了解到 即使是最簡單的細胞 都是由數千種不同類型的蛋白分子構成的 而這些分子的功能 取決於它們複雜的三維結構 這些蛋白分子的不規則形狀 令它們可以催化或引發化學反應 因為它們和細胞中的其他分子 就像手套和手一樣一樣吻合 而其他蛋白質分子 就形成相互連鎖的構件 邊模發動機的每一個部件 就像這個圓環 根本是由單一的蛋白分子構成 或是由一系列的蛋白分子 組合成某種特殊的形狀 這些蛋白分子本身 又是由稱為氨基酸的更細化學單元 串連成長鏈 這些細胞單元裡面的結構 是極度錯綜複雜的 就在組成蛋白分子的氨基酸中 在自然條件下 二十種不同的氨基酸 被用來組成蛋白分子 新學家拿它們給作英文中的 二十六個字母 字母可以用來排列成大量的可能的組合 而且就是這些字母的組合序列 決定了你是不是得到有意義的騙語 或者是句子 如果字母排列得正確 你得到有意義的文字 如果不正確 又得到亂碼了 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氨基酸 和不同的蛋白分子 現在知道至少存在三萬種不同的蛋白質分子 每一個都由這二十種氨基酸 排列成不同的組合 它們就像字母一樣排列 經常形成有幾百個單元長的鏈仔 如果氨基酸排列正確 長鏈就可以接叠起來 成為有功能的蛋白質 蛋白分子是由氨基酸 互相接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它們之所以能夠形成 某一個特別的結構 是由它們的排列次序而決定的 氨基酸排列的次序極為關鍵 因為如果它的序列不正確 就會形成一個無用的鏈 在細胞中將會被消毀 蛋白分子就像文字或電腦程式 是高度正確的整體功能 是取決於每個部件的正確排列 但是到底由什麼來 產生氨基酸的精確序列 以致能夠形成蛋白分子的 特別形狀或者功能呢 由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蛋白分子結構的發現 必須在身體學家去面對這個奧比 Deein肯亞認為他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在他的《生化預定論》一書中 他與他的合作者 提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理論 肯亞書中這樣寫 生命可能是由組成它的化學成分 特別是在蛋白分子的胺基酸之間 互相吸引的性質預定而成 當《生化預定論》發表的時候 我與他的合作者完全相信 我們已經有了對生命起源的福學解釋 《生化預定論》一書 成為了化學進化方面的暢銷書 不過這本書發表了近五年 而肯亞就開始懷疑起自己理論的可能性 就在那段時間 世爆中 安基酸鏈不是像肯亞想像早期地球上一樣 直接由他們之間的吸引力形成 相反 世爆中另一個大分子 儲存了蛋白中 安基酸排列序列的指令 它叫DNA 起初肯亞相信蛋白分子不需要DNA的組合指令 就可以直接由安基酸組合而成 這也是為何那麼多科學家對他的理論那麼興奮 但是當其他人對安基酸和蛋白分子的性質了解更多的時候 他就越懷疑蛋白質是否可以不需要DNA而自我組合 肯亞發現DNA分子的性質 是他沒辦法用自然的過程來解釋的 在緊緊鎖實的DNA雙螺旋結構中 隱藏著豐富的信息 是由一些精確排列的化學物質組成的 科學家用A、C、T和G四個字母來代表他們 在書寫文字中 信息的交流必須通過字母精確的排列 同樣 安基酸構成蛋白分子的指令 是由雙螺旋DNA中這些精確排列的 A、C、T、G決定的 這套化學密碼 被稱為生命的語言 它經過高度壓縮之後 被組裝成當今宇宙中最精緻的信息系統 肯亞和其他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學家 都知道他有兩個任務 一方面他需要解釋基因組合指令的來源 另一方面他要解釋蛋白分子 是怎樣在原子的海洋中 不需要DNA以由安基酸直接合成的 最後他發現他兩樣都做不到的 在原始的海洋中很難想像 在一個極其微小的容積中 怎能聚集幾百種不同的成分 這些成分都是構成生命自我複製所必須的 對於沒有已經存在的遺傳或者的幫助 安基酸能夠自我排列成生物學上 有意義的序列 我深表懷疑 在七十年代末 我的懷疑已經超出了理性可以接受的限度 當肯亞反思據理論的時候 生物法學的新發現 進一步削弱了他對安基酸 可以自我組合成蛋白分子 這種理論的信念 當我的研究工作 越來越深入的時候 包括在NASAMS研究中心那段時間 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 化學進化論的諸多困難 進一步的實驗證明 安基酸沒有能力自我組合成 任何生物學上有意義的序列 面對他自己理論的重重困難 和不斷增加的關於DNA 重要性的科學資料 肯亞被迫接受基因信息是絕對必須的 當我綜合分析了批評者所提出的其他可能性 以及整個研究領域中的工作者 都忽略了基因信息的起源 而出現大量問題的時候 我不得不凡事 我在生命起源問題上的立場 到底是否正確呢 對於肯亞來說 他對生命起源的研究焦點 轉到一個新的問題上 就是DNA中的生物信息 又從哪裡來的呢 如果一個人能夠了解遺傳信息 就是生命機制的密碼信息的起源 那你在你聖上得到的滿足 一定會遠遠超越過那些化學進化的理論 其實肯亞都知道自己的選擇不多 因為七十年代 絕大多數的研究者 已經拋棄了第一個細胞的基本成分 是完全隨機產生的思想 要想知道為什麼 請想像一下 拿字母隨便放在桌上 就可以憑機遇 拼著沙士比亞 哈姆雷特一劇中的台詞 這個難度有多大呢 你再想想 這點構成一個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 需要一個基因序列 如果打印出來 至少要用幾百張詞 當然從事生命起源工作的生物學家 並不相信生命的起源完全是隨機的 相反他們的解釋是 產生第一個生命的時候 自然選擇是隨機化學變化中起作用 但是這個解設有問題 按定義來說 自然選擇 不可以是第一個細胞 產生前起任何作用 因為自然選擇 只能夠用在能夠自我複製的 能夠遺傳給下一代的細胞中 沒有DNA就沒有自我複製 但是沒有自我複製 也沒有自然選擇 所以在沒有假設DNA存在之前 你就不能用自然選擇 來解釋DNA的起源了 機率 自然選擇 再加上肯亞自己的自我組合理論 都不能解釋基因的起源 現在肯亞看到靜下來的唯一解釋 就算一個最簡單的細胞 要用化學進化來產生 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生命是智慧設計的概念 對我很有吸引力 而且它和很多分子生物學上的發言 都能夠互相問合 在肯亞 撇棄了化學進化論很多年之後 科學開始揭示了整個生命訊息過程的細節 它明顯具有智慧設計的特徵 這座電腦無意我們可以進入到一個細胞中 來看看這個神奇的系統工作的情況 進入細胞核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緊密纏繞在一起的DNA鏈 這是生命體中合成每個蛋白分子的指令中心 在一個被稱為轉陸的過程中 一個分子機器首先解除一部分的DNA 雙螺旋 令合成某個蛋白分子所需的DNA遺傳信息 另一個機器 當時過來複製這段DNA遺傳信息 形成另一個分子叫做信史RNA 當轉陸完成之後 這個攜帶遺傳信息的幼長的RNA分子 穿出了出入細胞核的門位 細胞核孔到了外面 信史RNA被帶到細胞質中 一個擁有兩部分的核糖體的工廠裡面 將信史RNA安裝妥當之後 翻譯過程就開始了 在核糖體內部 一個分子組裝流水線 建成一個特別的氨基酸序列 這些氨基酸是由細胞的其他部分搬運過來的 並時時會連成幾百個單位的鏈條 氨基酸排列方式 決定了合成的蛋白分子的種類 當鏈條組裝完之後 它離開核糖體到一個統造的機器中 捲成精確的形狀 這種形狀是蛋白分子功能的關鍵 當氨基酸鏈條捲成蛋白分子之後 它再次被釋放出來 被另一個機器攜帶到需要它的特定地方 這些真是不可思議 在這麼細微的結構當中 有這麼織物協調的機器裝置在運作 這很明顯就是具有智慧的設計和製造的特定 我們已經掌握了這個複雜的分子世界 的某些基因表達細節 正是這些分子遺傳學的新發現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可以證明地球上的生命是由設計而來的 生命學家必須適時提醒自己 他們所看到的不是設計的 而是進化來的 佛朗西斯克里克、諾貝爾獎獲得者 當我看到那些分子機器 以及細胞分裂這個難以置信的複雜過程 我想問的是 在這個事物後面是否有一種智慧 這些結構是否有計劃、有目的 科學應該是尋求世界的真相 現在對什麼是真相這個問題 我們不應該有偏見 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們不喜歡那種解釋 就將那種解釋棄置一旁 當我們面對自然的奧秘 我們應該做的就是提出所有可能 對它的解釋 我認為進化論的問題在於 在有證據之前 就人為這樣排除了一種可能的原因 那種原因就是智慧的創造 其實自從十九世紀後期 達爾文時代起至少部分原因是 由於達爾文物種起源的書 科學家開始接受這個有關科學的定義 這個定義排除了用設計作科學解釋的可能性 還有一個名稱叫做自然主義方法論 意思是說你想合乎科學 就必須限制自己 只用純自然的原因作解釋 不可以用智慧原因作解釋 有趣的是 其實我們經常推斷事物是有智慧的 我們的日常推理就包含了 辨認事物中有智慧出現 例如考慮一下埃及古建築物 廢墟上象形文字的信息 沒有人會拿一些符號的形狀和佈局 為引於自然力量 比如沙布或者侵蝕等 我們反而認定它是古代文士 就是智慧人類的結壯 同樣的推理都引導我們得出以下的結論 就是復活折倒海濱的神秘石像 並不是自然力 譬如風和水的作用下 經過漫長歲月的形成 我們都不會認為 如果沒有智慧的指引 植物會自己生成我們熟悉的形狀 當然我們經常作出這種推斷 而且我們知道這些推斷是正確的 問題是我們用什麼理由去推斷 是什麼特徵令我們辨認有智慧的參與 最近在一本名為《設計推論》的書中 數學家威廉·鄧波斯基 在理解設計的推論方面 作出了一個重大的突破 鄧波斯基找出了 令我們可以辨認智慧活動的特徵 我是從觀察我們怎樣推理設計 開始認識這個問題的 當我們得到設計結論的時候 我們在邏輯上是如何一步一步過來的 因此我做的就是建立可靠實證的 而不適合科學標準來決定某種事物 是否確實設計出來 我照邏輯的依據出發 發現你需要小的率、需要特定性 正確模式就是客觀的模式 這句鄧波斯基的理論 每當觀察到一個統計學上 小的率的事物或事件 同時又符合某種可識別的模式 大家就可以探測到智慧活動 這樣的模式 我們可以在南達科他州的黑山上找到 如果你們穿越美國西部旅行 就可以看到不同形狀的山聯 但是沒有特殊意義 僅僅是岩石錯落而成不同的圖案 你不可能看到山上沒有林肯、佛杰遜、羅斯福 和喬治華盛頓的頭像 只能夠在南達科他州看到這些頭像 圖案是小的率 其實任何一個山崖都是小紀率的事件 但是其他山崖沒有可識別的圖案 當我們仰起頭 看這些頭像馬上感覺 這些頭像和你在鈔票藝術館的畫道 或者在圖畫插圖中看到的 四位總統頭像是吻合的 因此我們認識到 當我們觀察黑山的時候 不但擁有了小紀率的岩石圖案 而且符合某種特定的模式 因此我們肯定是有智慧存在的 所以我們有了小紀率的事件 加上特定性 就能夠肯定是設計 在某處海濱 另一個圖案 印在地上 用來顯示我們是怎樣 感知有智慧的設計存在 沒有人會推斷這些圖案 是朝職運動引起的 相反 圖案的特點 令我們認定這些文字是智慧的產文 這個不多可能的排列 都符合某種獨立的特定模式 就是字母的形狀 我們從英文字母中可以認出它們 同時我們發現這些字 都出現在英語詞回之中 因此這個小紀率的排列 加上符合獨立的特定模式 我們發覺到是設計出來的 這些例子表明了 鄧波斯基的檢測設計標準 小率事件和特定性 事實上等同於訊息 這樣的訊息 不僅在圖畫、數位序列 和書寫文字中出現 而且都以編碼形式 存在於活細胞中 DNA的結構 令它成為 承載訊息的理想在體 AT數字四種是DNA雙螺旋中的檢測 它有存儲巨量訊息的能力 事實上 在已知的宇宙中 沒有一樣東西 可以比DNA儲存的訊息更多 傳遞的訊息更有效 人體中完整的一套DNA 含有30億個檢測 對DNA分子編碼區的分析 表明DNA分子減機的特殊編列方式 可以傳遞詳細的指令或者訊息 就像有意義文具中的字母 或者電腦程式中的二進位數字 比爾蓋茲曾經說過 DNA好像電腦程式 只是遠比我們所設計的程式複雜 如果你仔細想一下這個說法 你會發現 那個是很有啟發性的評論 因為我們知道比爾蓋茲 不會使用風、腐蝕 或者隨機的數位發生器 來創造軟件 相反它僱用了聰明的軟件工程師 所以經驗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知道哪些附有訊息的系統 是出自智慧的設計 但是我們怎麼可以解釋生命 和每一個活的機體裡 每個活細胞的訊息呢 這是根本的奧秘 這些訊息是從哪裡來的呢 在過去的15年裡 哲徒和科學家斯特坦梅爾 一直在為回答這個問題而努力 梅爾提出了一個論點 就是智慧的設計 可以為形成第一個活細胞所必須的訊息 是從何而來的作最後的解釋 最基本的知識告訴我們 智慧工作者可以創造附有訊息的系統 所以這個論點不是基於我們的無知 而是基於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世界的因果關係 現在我們知道 沒有任何自然的解釋 和原因能夠產生訊息 自然選擇、自我組合過程 純粹的隨機性是不行的 但是我們知道 有一種原因能夠產生訊息 就是智慧的設計 因此當我們在細胞之中 特別是在DNA分子之中 發現一個附有訊息系統的時候 即使我們不能夠觀察到 這個系統最初形成的過程 我們都會推斷智慧 在這個系統形成中產生的作用 梅爾對遺傳訊息起源的研究工作 現在成為逐步發展的設計論科學研究的一部分 這項研究可以追溯到1993年 在加州中部海岸舉辦的 那次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會議 他們的目標是要重新評價 一個統治了生物學100多年的觀點 在那個過程中 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 叫做智慧設計論 對我來說 設計論的最大好處就是 它在我們的科學工具箱中 提供了新的工具 和解釋智慧的次因 是真實可見的 因為他們留下了很多證據 健康的科學 應該是尋求真理 給自己證據來講明問題的 智慧設計的論點 是建立在依靠事實上的 那個正符合我對科學的定義 它依靠事實 當你觀察事實 就像邁爾赫爾背希所做的 你看到什麼 你發現了不可思議的 相互聯繫的複雜性 我們認為細菌編模需要智慧設計 這個結論從方法論道來講 跟我們得出圓外發動機 是智慧設計的結論 是完全一樣的 當我們看到一個圓外發動機 看見它內部零件的相互作用等現象的時候 我們知道是有人設計 並且製造了它 生物機器也是一樣 所以智慧設計的觀點 是完全科學的 當我客觀感 沒有拿設計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來看這些證據 設計這個概念就會突然出現 因為它是最有可能的解釋 這是我相信它的原因 我想設計論又回到台上了 我們不可以用自然定律 來解釋這個系統 如果我們尋求真理 那麼它們事實上是被設計的 如果我們必須作為設計工程師 才能夠理解它們 那我會說 為什麼不行 你知道應該跟著證據行 至於背後的意義 沒錯 它們有很深刻的 仍然而想學的意義 由得它呢 它是被一個至高的 願意被人了解的智慧所創造 宇宙是一個理性的 可以理解的 這是很有力的觀點 這個思想 啟蒂了一種科學探索的精神 因為當你走出去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有意義可以理解的 如果一切都是混亂 這樣拼湊在一起的話 我們沒有理由去期待世界的合理性 如果它真是思想意志的作品 你就能夠走出去 科學都會成為一項巨大奇妙的猜微工程 從中你能夠期待在事物的根基上面 找到它的合理性、美感和可理解性 一百五十年前 達爾文用它的自然選擇理論 改變了科學 今天 這個理論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智慧設計論 引起了有關地球生命起源方面激烈的爭論 對於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來說 它代表了一種繁識或者一種觀點 是能夠再次重新定義科學思想體系的基礎 在十九世紀 科學家相信只有兩種實體 物質和能量 但是當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科學家普遍認同還有第三種實體的存在 就是信息了 因此當我們面臨生物信息的時代 一種差異正在興起 它就是我們在DNA分子中所看到的 實際上是一種思想意志 一種智慧的產物 它只能用智慧的設計來解釋 本集音樂 這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